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107天内 贺锦丽团队才展开竞选活动 据美联社报道 贺锦丽的竞选领导团队 在周二播出的《拯救美国》播客节目中 为竞选收尾阶段的战略决策进行了辩护 这些决策在特朗普胜选后引发了质疑 包括他对共和党选民的拉拢策略 不愿与拜登保持距离 对特朗普针对他跨性别政策的攻击保持沉默 以及未能安排与知名播客主持人罗根的采访 贺锦丽竞选高级顾问迪龙表示 在107天的竞选中 要完成通常需要一年半或两年的工作非常困难 另一位高级顾问普洛夫补充道 我们为这次短暂的竞选付出了代价 贺锦丽的竞选团队指出了特朗普的最后攻击广告 其中强调了贺锦丽支持 由纳税人资助为囚犯进行变性手术 竞选团队测试了几种潜在的回应广告 但最终决定最好避免具体的反驳 普洛夫说 他认为特朗普针对拜登经济学的攻击广告更为有效 贺锦丽在竞选活动最后几天 努力争取温和共和党人 这引起了一些进步人士的愤怒 他们认为应该更努力争取传统的民主党选民 竞选团队表示 贺锦丽实际上想参加与罗根的播客 但无法找到一个日期 罗根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播客之一 他最终支持了特朗普 在与支持者的电话中 贺锦丽表示对竞选团队感到自豪 尽管民主党正经历一场痛苦的自我反思过程 特朗普赢下了所有关键摇摆州 并在传统上倾向于民主党的重要选民群体 如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 取得了进展 这场压倒性胜利 让特朗普获得了实施民粹议程的授权 并为其1月20日重返白宫做好了准备 当选总统特朗普组建了一支 由医学反对者和医疗保健批评者组成的团队 以实现一项旨在重塑联邦政府监管药品 健康计划和营养的方式议程 周二晚 特朗普提名巴塔查理亚博士 领导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任命一位反对疫情封锁和疫苗强制令的人 领导美国顶级医学研究机构 他是特朗普提名的一系列批评 新冠卫生措施的候选人中的最新一位 巴塔查理亚和其他提名人 预计将在实施罗伯特·艾夫肯尼迪 庞大的让美国再次健康议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该议程呼吁从美国食品中 去除数千种添加剂 根除机构中的利益冲突 并在学校午餐和其他营养计划中 激励更健康的食品 特朗普提名肯尼迪 领导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该部负责监督NIH和其他联邦卫生机构 新的卫生优先事项 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优先事项大相径庭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重点是 削减对食品 药品和农业公司的监管 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研究员海德里克表示 随着我们进入新的特朗普政府 你会听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调子 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谨慎行事 并记住我们第一次看到的 一些公共卫生损失 特朗普的选择 没有管理大型官僚机构的经验 但他们知道如何在电视上 谈论健康问题 根据拜登政府11月26日提出的一项新规定 流行减肥药将被纳入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计划 从而汇集数百万患有肥胖症的美国人 据美联社报道 根据该提案 那些被视为肥胖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减肥药报销 如果患有糖尿病或有中风或心脏病的风险 有些人可能已经通过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获得了这些药物的报销 由于这项规定要到明年1月才能最终确定 也就是当选总统特朗普上任几天后 国会两党议员联盟一直在游说 希望将这些药物纳入医疗保险 称这样可以让政府免于花费数十亿美元 治疗肥胖引起的慢性疾病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本人对减肥药的报销持何种立场 但他的盟友和内阁人选已誓言削减政府开支 他们可能会对前期价格望而却步 此外被特朗普提名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的小罗伯特·肯尼迪 是减肥药直言不讳的反对者 他很可能会阻止拜登政府这项措施 他在演讲和社交媒体上表示 美国不应该通过医疗补助或医疗保险来支付这些药物的费用 相反 他支持扩大对健康食品和健身房会员资格的覆盖范围 现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贝塞拉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 对于任何患有肥胖症的人来说 这都是美好的一天 对于那些原本买不起这些药物的美国人来说 这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 贝塞拉估计 除已经获得减肥药报销资格的人以外 还有350万医疗保险用户和400万医疗补助用户 可能有资格获得这些药物的报销 但研究表明 可能有更多的人符合条件 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估计 大约有2800万接受医疗补助的人被视为肥胖 虽然这项规定将使数百万人能够每周注射一次 能够帮助人们迅速减肥的药物 也有人称其为神奇药物 但未来10年纳税人将为此付出高达350亿美元的代价 根据一项已经有数十年历史的法律 医疗保险被禁止提供这些药物的报销 该法律禁止政府支持的保险计划承保减肥产品 然而拜登政府提出的规则将承认 肥胖是一种可以通过药物治疗的疾病 当选总统特朗普11月26日选择律师 前特朗普官员格里尔担任其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这一职位对于特朗普政府执行 向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并重新制定有利于美国的贸易规则 至关重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 格里尔是金和斯伯丁律师事务所的国际贸易合伙人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 格里尔曾担任当时的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的幕僚长 他参与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谈判 以及与加拿大和墨基哥重新谈判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此之前 格里尔曾在空军中担任代表律师 负责起诉和为美国飞行员辩护 他还曾被派往伊拉克 特朗普表示 杰米森将带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控制该国巨大的贸易逆差 捍卫美国制造业 农业和服务业 并开放各地的出口市场 贸易代表一直历来相当低调 但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这一职位变得更加重要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 该办公室帮助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 对其产品征收了巨额关税 并谈判了一系列贸易协议 特朗普承诺 在下一任期内 将再次积极利用政府在贸易方面的权利 他表示 将在就职第一天 对所有从加拿大 墨西哥和中国进入美国的产品 征收高额关税 纽约时报指出 特朗普可能利用这些威胁 作为谈判的开场赌注 但这些政策如果实施 关税将削弱贸易 扰乱全球供应链 并给美国企业 包括汽车制造商 农品和食品包装商 带来沉重的成本 美国贸易代表是内阁级官员 拥有大使级别 负责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 和解决经济争端 以及与立法者 农民和企业主合作制定贸易政策 该代表领导这一个 由200多人组成的小型机构 该机构在华盛顿 日内瓦和布鲁塞尔设有办事处 除了执行当选总统的关税计划外 该办公室还可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 谈判贸易条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26年 两国将重新审视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的条款 这是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重新谈判的一项贸易协定 旨在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特朗普将如何组织其政府中的贸易政策职位 还有待观察 特朗普此前在初次收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 他选定的商务部长 卢特尼克将领导我们的关税和贸易议程 并直接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工作 一名前FBI线人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 此前因涉嫌捏造关于总统拜登及家人 涉及数百万美元贿赂的指扣而被起诉 近日他又因联邦税务指扣 在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法院被新起诉 据美联社报道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大卫·魏斯指控斯米尔诺夫逃税 并提交虚假纳税申报表 称他隐瞒了2020年至2022年间赚取的数百万美元收入 本周税务指控的起诉书已在加州联邦法院解密 斯米尔诺夫的律师大卫·切斯诺夫和尚菲尔德 周二通过电子邮件表示 他们的当事人将以与对抗原指控相同的力度 坚决对抗这些新指控 斯米尔诺夫此前被扣 在2020年6月向FBI谎称乌克兰能源公司的高管 在2015年或2016年分别向亨特·拜登和乔·拜登支付了500万美元 斯米尔诺夫声称 一名高管曾表示 雇佣亨特·拜登是为了通过他的父亲 保护我们免受各种问题的困扰 然而 检察官称 斯米尔诺夫实际上只在2017年与该公司有常规业务往来 并因对拜登持偏见而编造了贿赂指控 斯米尔诺夫在该案件中否认所有指控 他的审判日期已推迟至明年1月8日 有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联邦当局已对皇后区牧师科克菲尔德 及其创立的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展开调查 据报道 纽约东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正与联邦调查局合作领导此次调查 据消息人士称 FBI探员本月早些时候搜查了科克菲尔德位于远落克威的住宅 据悉 科克菲尔德创立的这个名为 为更好的纽约而奋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旨在支持纽约州的政治候选人 包括纽约市长亚当斯科克菲尔德 被视为市长亚当斯的盟友 此外 该委员会还向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 和皇后区国会议员米克斯等人的竞选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 目前尚不清楚联邦形势调查的完整范围或具体方向 不过早前的报道曾对该委员会如何使用资金提出质疑 美国警察官和FBI纽约办公室均未发表评论 目前科克菲尔德牧师尚未作出回应 案件相关人尚未被指控犯有任何不当行为 也未对任何人提出正式指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